好 再來請教張艷婷 張將軍 最近山東艦這個練兵練得也很勤 我們先來看 只隔25天又再次出現在西太平洋 西方媒體又關注了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環球時報的報導 不到30天山東艦再次出現在西太平洋的海域 這個日本傳來的消息 山東艦出現在宮古島以南 420公里菲律賓海域 那隨行的有055延安艦 052D鎮江艦 還有054A的運程艦 美國的海軍學會的新聞網這樣子分析 他說這是山東艦今年 第二次部署到菲律賓海 這是近兩年 山東艦航母編隊 沿海訓練期間最短的一次 就是說25天在線西太平洋 那麼再來大陸軍事專家張軍社 他分析他說這很正常 這個頻率 我們中國就是需要這樣常態化的沿海訓練 所以他認為 其實這一次沿海訓練 雖然是兩次訓練中間隔最短 但是也很巧合 這個新聞週刊這樣報導 因為五角大廈 剛剛不是講嗎 林肯浩結束關島的任務 最現在正在前往中東 跟林肯浩是不是也有可能有關係呢 還有最近南海問題這麼多 山東艦要來晃晃 我可以看出三個現象 第一個整補的速度非常快 整補的速度 對你回去的時候你要整補 你這些良膜彈藥油料 人員都立刻要替換 趕快要上來 它在地面上可能在它的 海南三亞灣早就準備好了 這個只要航母一靠岸 這些所有的裝備都陸陸續續 馬上就上去 你這個替換就非常快 就是說我整備出去再作戰 這個速度是蠻快的 因為你這樣的話才能夠彰顯戰略 不會說一進去之後 要等很久才會出來 不然就要在這一方面 看出它已經達到一定的條件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航空母艦是戰略武器 那戰略武器的話 你這個有三大價值 你為什麼有這個航空母艦 不充分的發揮跟運用呢 它就把它發揮運用 第一個我們知道 航空母艦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在國際上會造成宣傳 有很大的宣傳的價值 大家都會洞見觀瞻 因為航空母艦 你出來的時候不是一艘 整個航母打擊群 而且到哪個地方去 大家都會非常重視 非常的標準 有沒有其他的意涵 第一個我就講到的是政治價值 那政治價值的話 你今天到哪邊去 菲律賓要不注意 那你菲律賓的話 日本都那麼緊張了 這個就有政治價值了 表示說我這個政治價值 因為政治指導軍事 軍事支持政治 那航空母艦是要充分運用 你有那麼好的政治價值 為什麼不好好的發揮 當然要好好發揮 那我好好發揮 我也要出去 出去訓練 出去在那邊做起降 出去外面 去這個海上巡役 這方面的效果就會 這種政治價值是不是就出來了 第三個 我認為軍事價值意義大 因為這個第二艘的山東艦 我們知道第三艘的 是福建艦要出來了 福建艦出來 將來是不是要成軍 它的一些相關的 艦載機的飛行員什麼 是不是要從哪邊雲螺 當然是從遼寧艦跟山東艦 那山東艦是相對於成熟 你現在將來的這些飛行員 不是就是在福建艦上面 就去訓練 不是 是從遼寧跟山東 尤其是山東 因為山東最新 你山東艦在做車 老飛行員再去福建 再過去 大家是雲螺抽調的 這是個軍事訓練的 非常大的一個意義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就是說 那個不出來 然後飛行員就可以 飛行員越飛 技術上越純熟 飛行員越有信心 技術上是越精進 你不能說我們為了安全 我們飛行員不要飛 反而增加了風險 因為飛行員都會非常生疏 非常沒有信心 因為很久沒有飛了 你在這一方面的 安全係數是降低的 是這個樣的 相反的是要常常出來飛行 它的飛安的係數才會提升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 它將來的常態的這方面 常態的訓練 不只在南海 在菲律賓海 可能也會接近到 第二島鏈的關島附近的海域 它的頻率會增加 而且出來的天數 可能會有短變長 可能本來出來的是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將來出來的時候 可能一個月 甚至有油彈中和補給艦 在旁邊的話 可能一個半月兩個月 都有可能會越來越久 長時間在外面 為什麼 越出來在外面的時候 表示戰力越來越強 然後這三個價值 宣傳的價值 政治的價值 軍事的價值 還有訓練的效益都出來 所以解放軍一直說 他們要航向深藍 如同剛剛正在庭 張昌君講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的新三樣 把馬斯克給刷掉了 首先呢 蔡博士 原本這一場我是滿期待的 就是說8月12號的時候 川普不是接受馬斯克的專訪嗎 本來我一直在想說 當然要看一下這個CEO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 鋸炮川普 他們兩個會插出什麼樣的火花 結果沒想到最後的火花 居然是在 中國的充電寶身上 我真的是覺得這個宣傳戰 真的是絕了 當時候呢 川普啊 用了一個這個充電寶行動電源 然後呢網路上就開始說 那個就是中國的品牌安克啊 所以我當下真的是 你知道嗎 中國現在啊 為什麼中國的商業發展 人家說可以這麼快 一有消息馬上呢 在人家的這種商業賣場 直接改川普認證 連川普都覺得好用 這真的是 川普應該是說 馬斯克被川普擺了一道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咱們中國 我們做生意很老實 是不是安克 應該送一筆這個代理費 代言費給川普 他現在選舉要錢嘛 中國又不能捐 可是真的有代言的功能 如果再送他一筆代言費 或者想要送他代言費 又是個廣告 還拉抬了股價高2074% 好啦 不過我們來講一下 比較真實面的啦 因為這個就突然間 焦點轉移變成一個直播代貨了 好來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是直播代貨啊 真的 不過呢直播代貨之強 沒有雷軍強啦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市場人就一份報告 今年7月份你知道嗎 全世界的這個電動車 銷量年增21% 我來看一下我這邊的數據 因為我看了一下 等於說全球呢 是達到了7月份135萬輛新能源車 包含了純電車以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你知道嗎 這個數字當中 中國就提供了88萬輛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華為呢 華為最近也在做一件事情 華為我們都知道他的專利很強 他常在註冊商標 但是呢 蔡博士你怎麼看呢 最近他們註冊了一個叫做 乾坤大挪移的商標 國際分類為運輸工具 或許大家還在想 不知道華為又在做什麼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很多人最近都說 華為很像是神獸團 你有沒有發現呢 華為他註冊的專利 他的商品 他的晶片啊 的這個名稱 昇騰啦 鴻蒙啦 然後呢還有什麼 玄武 豬雀 白虎 藤蛇 方舟 有人說這一本山海經 都被華為給註冊走了 華為在汽車行業終於走對路線 以後很多汽車都會寫 華為Insight 跟那個Intel Insight一樣 對 車子裡面有華為 這樣就夠了 因為你華為的性質 大部分都是以這個 軟件設計為他的這個建廠 比如不管他的手機的設計 或者是這些通信設備的設計 並沒有人說華為的製造多厲害 但是華為的這種工程技術設計 是走在行業的頂端 行業的前沿 那現在不斷地去註冊這些什麼 華為乾坤啊 什麼乾坤啊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他本來 汽車本來要做硬體 自己做華為汽車 弄個老半天對不對 還是小米聰明 小米要做汽車的時候 就找長家 你幫我做車體 你幫我做保險桿 你幫我做 沒有什麼都做自己做 什麼都自己做 汽車的零件 隨便數一數都有兩萬件 全部你自己做 把你自己搞死啊對不對 他找最好的來組裝 可是華為當時 跟蘋果一樣 什麼東西都想自己做 所以花了很多錢 還做不出來 對 那現在他改 就把他最擅長的那一部分 拿出來 貼到各個品牌的 汽車製造商裡面去 只要選好的 就不會出問題 不要像那個賓士汽車 現在鬧了一個 國際的大笑話 就是賓士汽車要買電池 也不買中國的這個 寧德時代 或者是跟比亞迪批貨也可以 他們是合作廠商嘛 不是競爭關係嘛 就他是跟什麼 跟中國一家名不見經傳的 這個美國人跟美國華裔的人 在美國所設的公司 就是把工廠弄在中國的 就那個電池做出來以後 只有這個賓士在用 結果賓士在用 最近在韓國那個起火了 把車子燒了 把房子給燒了 結果法國就大家 韓國就大家打法說 哎呀這個 這個電池不行啊 所以以後規定 韓國聽說現在立法規定 每一部電動汽車 外面都要貼說你的電池是哪裡的 所以以後你會看到很多車子會寫 寧德時代 insight 我覺得華為走這個路線也對 以後要寫什麼什麼都insight 要不然就像你買特斯拉 我們台灣 大陸上買特斯拉的電池是寧德時代 世界最好的 台灣呢 台灣不是啊 台灣打開一些什麼LG Panasonic 檔次就差多了 對不起啊 我不是在打擊台灣買特斯拉的意願 檔次真的 二級 可是我們付的價錢是一級的價錢 對一樣的品牌 但內容物不一樣 這會不會就是導致特斯拉現在呢 在全世界 大家說越來越多Z4代 Z4代就是大概1997年 現在應該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據說他們越來越不喜歡特斯拉 好帥長軍你看喔 這個摩根史塔利的報告 特斯拉作為最受歡迎的 汽車品牌的比例在下降喔 2021年還有30% 到了2024 只剩下11%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也衝擊到了 他們的這個全球布局呢 本來特斯拉打著算盤 我要去泰國設廠 我要去馬來西亞設廠 先前年初去印度設廠 現在呢 各位以上計畫全部取消 比亞迪是否機會來了 現在他沒辦法設廠了 他只能設這些 應該說設工廠來做充電樁 有人一說啦 就是人氣比不過嘛 第二 我猜啦 跟錢有關 這樣 第一個 比亞迪性能不輸你 有的地方還超越你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比亞迪便宜 比你便宜 第三個 比亞迪的外型內裝比你流行 這三樣東西打死你了 年輕人本來就沒有多少銀子 去追那個高價車 對 但是如果買一個中價位的車 比你還漂亮 對 跑得比你還遠 對 我買誰了 對 所以為什麼車廠 商人最敏感的了 好不容易建那個廠 他怎麼會捨得車廠呢 對 沒搞頭了 沒搞頭了嘛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閃得快 損失少一點 閃得慢 傾家蕩產 所以 撿這個充電樁做做 要不然工廠閒的也是閒的 對不對 你車賣進來 你總要有充電樁嘛 趁你 比亞迪還沒有佈置充電樁的時候 我先佈置充電樁嘛 至少還撈一點回來嘛 這個東西 商場跟戰場一樣 情報要很清楚 戰力要很清楚 新武器要知道 對 買家的心態要搞清楚 這都是情報啊 比亞迪不是傻瓜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他前一次是降價 被比亞迪打得昏頭出臉 每次比亞迪一出價錢 他就要降價 他打到賓士 都得降 都得降 所以全世界都挫了蛋啊 你想 我跟你講電池是很危險的 電池很容易起火的 你做的電池不好 搞不好車毀人亡啊 所以這個問題 兵士為了省一點錢 沒買林德 今天就遭到這個問題了 你一旦起火爆章一燈 對銷路很有影響 對 所以你看那個特斯拉的老闆 又要去趁川普 對 對不對 看看至少美國市場 你要給我看著啊 對不對 川普反正講了比亞迪 不准他進口 對 對不對 那他真的是希望做個官嗎 我相信不是 對不對 那就是如何打倒比亞迪 用政治力量 他的這個車子的力量 是沒辦法跟人家競爭的 他只有走這條路 我搞個這個 靠個川普總是可以 對啊 我搞好我美國這邊 美國啊 南美洲啊北美啊 對 都要鞏固啊 一些其他的市場 南美洲已經掉了 南美洲已經來不及了 沒辦法 也就是說這一波比亞迪 帶起來的內捲當中 特斯拉已經被刷掉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晶片發展也很快 因為科技很快 AI很快 晶片當然就要跟著 走得更快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台積電很衰 到美國去設廠啊 結果四年來零晶片 當然我們知道啦 本來就不是說蓋好了 馬上就可以做晶片 由他的SOP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還有工人嗎 我們先來看喔 台積電呢 原本是說 哎呀我來這裡設廠 我可以帶來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 我改變你這邊的 人民的生活啊 第一期 2025年上半年 要生產4奈米晶片 第二期 2028 3奈米2奈米 然後第三期 規劃是這樣子的 生產2奈米 或更先進製程 一口氣投資了650億美元 6千個直接工作機會 預計呢是2萬人次的工作機會喔 但據說現在有個狀況喔 很多人呢 說不幹就不幹 我就做到現在 怎麼回事呢 因為你知道嘛 做晶片嘛 半夜被摳回去上班 這種情況雖然不常見 但據說這種工作觀念的分歧 導致部分美國員工幹不下去 他要走人了 好那第二點呢 有關高頻寬記憶體的晶片的這一回事情 美國是不是也拉著他的盟友 要跟中國對著幹呢 我也研究了一下 因為呢 HBM高頻寬記憶體晶片 被稱為 記憶體全村希望 怎麼說呢 AI就靠他了 越強的AI處理器 你當然就要有 越強的這個記憶體 那這些晶片掌握在誰手上呢 三星40% SK海力士50% 90%都在韓國手上囉 美光10% 最近訂單都爆了 所以呢 美國就開始在想啦 那我要想辦法喔 不能讓中國拿到這些晶片 但是據說啊 中國好像已經很早就開始在囤了 譬如說華為 百度 中科 他們都已經囤了三星的HBM晶片 您怎麼看呢 接下來晶片戰 首先談台積電 台積電剛開始去的時候 是怎麼說 他說我就蓋一個廠 花150億美金 大家應該有印象吧 對 隔了沒多久 說我們擴增了 變這個300億美金 要做兩個廠 那現在傳出來消息說 我們要做三個廠 600億美金 請問一下這個叫什麼 台積電美國化 簡單講高端晶片 包括台積電自己也想要到美國設廠 包括美國也要台積電來設廠 這個結果就是台積電在最賺錢的高端自首裡面 成本會上升 利潤率會下降 然後訂單 全世界這方面的訂單 是在增加 可是全世界 在特定的時間訂單是固定一樣 不可能太多 那就會從台灣移到美國去 那在台灣他雖然台積電說 我還有在哪裡設廠 在哪裡設廠 在農潭設廠出現了沒有 在台中設廠看看等等 所以台積電這個棄台清美 已經是成為一個趨勢 趨募趨勢 所以過去蔡英文時代 不管台積電怎麼講 或者蔡英文政府怎麼講 都是在騙我們的 這個結論應該不離譜 好吧 這個天要下雨 娘要改假 台積電要走 都閉防了嘛 防不住 挽留挽留不住 祝福他 來時歡喜去時相送 但是至於說 因為NVIDIA跟OpenAI所帶起來的 這一波AI的熱潮 到現在還兩年多吧 NVIDIA股價上漲 大家建立了品牌 然後問題是 這個AI所用的GPU 相對的是要有很好的記憶體來配合 HBM高頻寬記憶體 不是新技術 很早人家就想 很早很多人都去研發 該怎麼做 技術障礙也不高 真的不高 它就是一個把原來的Dram晶片 它不是什麼新的晶片 把一組Dram晶片 把它組裝在一起 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 最早就是 敢投產下去生產的 就是三星嘛 對 它也因此賠了一些錢 因為這樣HBM的成本很貴 價錢也貴 因為它工序比較長 不像傳統做Dram 相對成本比較低 它就是一個堆疊後的Dram 但這樣的一個工序 中國以前沒市場 所以就沒人做 現在 因為中國以前沒有這個做AI晶片 這麼突然間爆發出來的需求量 可是現在需求量爆出來了 華為的AI晶片也在訂單在增加中 華為如果增加AI晶片 相對還要增加高頻觀記憶體的需求 這兩個是相應的 伺服器這樣子的話 運轉會更好 所以現在呢 中國的這些記憶體製造商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技術 不是你美國說擋就擋得住 它純粹是商業邏輯 而不是科學邏輯 就是我做了 有訂單 有人買 然後我能夠賺錢 我賺了錢就能夠淘汰研發 這個良性循環 在中國還沒產生在HBM 那如果說今天你美國 拜託你趕快進 進了以後 中國廠商就有賣的客戶 賣的客戶 就像那個華為的晶片一樣 就良性循環嘛 所以我並不擔心美國打壓 第一個就是 中國這段時間來累積大概不少 再來說這難聽一點的 三星 美光 海力士 他們做這個東西藏在哪裡 就在中國大陸 就在中國大陸 對 那個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不是什麼了不起新的東西 那個生產線 只要加這個加那個 就做得出來了 那現在就是說 看你美國出招吧 看你能進多少 別忘了中國還有很多招 不過說真的 像蔡博士說 有新的東西就能搞出一點新花樣 張艷琳 張將軍 你看喔 現在中國喔 有人造藍寶石 人造藍寶石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這個 單金氧化鋁榨介質材料 好這個材料可以用來幹嘛呢 可以用來幫助中國在晶片上的突破嗎 大陸科學家說現在在開啟一個叫做 低功耗晶片 有絕佳絕緣的性能 它用這個人造藍寶石 用在這個開發低功耗的晶片 據說啊這個傳統的 我剛剛說到的這個炸介材料 它的厚度呢是達到奈米級別 它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呢電流會洩漏 所以呢它要增加晶片的能耗 以及它的發熱量 那透過人造藍寶石呢 這個新東西 其實呢厚度在1奈米 它可以有效的阻止電流的洩漏 所以就可以產生一個低功耗晶片時代 對這個我們也就講這個 單金氧化鋁介質 它把這個氧的 我們講原子一個個放進去 才變成人造藍寶石 人造藍寶石是最佳的絕緣體 我們手機用久了會不會熱熱的 會 它沒有辦法絕緣 漏電啊 你漏電才熱熱的啊 而且你的待機的 你待機的時間就變短啊 因為越到後面 你用奈米越來越小之後 要去克服的一個是漏電 一個是散熱 因為你密度太高了 你散熱效果就差了 所以你看手機什麼熱熱的 那用久了 你用久了 以前用的是二維半導體 二維半導體它就很容易漏電 那你現在用我們講到的 這個單金氧化鋁 氧化鋁就是人造藍寶石啊 那你這樣的話 它技術突破就是說 它把氧原子一個個放進去 那你變成氧化鋁了 那這樣的話 換掉它的晶片排列狀況之下 是最佳的絕緣 最佳的絕緣 你到最後面呢 我們知道晶片的這個 越來越小之後是密度 你手機 你為什麼 手機越來越小 越來越來越 然後機體越來越打 你密度太高了嘛 你密度太高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去絕緣跟散熱 你要去克服這個 但是中國大陸把這個 人造藍寶石 也就是單金的氧化鋁 這個技術上做克服做提升 那將來在這一方面的話 是不是將來 我們知道這個用得非常廣泛 你這個通信是不是要用 你金融方面用 交通的這些的控制要不要用 還有的我們所講到的 一些相關的這個太空 航太 航天 航空技術 是不是都要用這些晶片 為什麼中國大陸 囤儲那麼多的晶片 要那麼多 你看三千多億顆 因為都要用嘛 你家電產品要不要用晶片 汽車要不要用晶片 現在全部都要了 金融都要 你去不了晶片 那你晶片的開發的技術 是不是越來越 我們講到的 要求的標準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中國大陸 在這一方面技術上做克服 那說克服的狀況之下 它是不是在這個領域當中 它就有領先的優勢 將來的它的絕緣 還有它的衰退 我們講用久的話 你也會漏電 剛開始不漏電 用久漏電 你剛開始買的時候 手機不熱 你用了五年三年 手機怎麼開始發燙 維持它的品質 開始漏電 而且散熱效果變差了 因為它都會衰減 沒有設備 沒有那種機器 或者是 它不衰減 都會衰減 我們用久度衰減 我們比如說 拿飛機的雷達來看 那個相位針的雷達 你剛開始可以看200公里 你飛了三年五年之後 只能看150公里 200公里 也是會衰減的 衰減衰減 所以為什麼要性能提升 衰減 那你衰減的話 我們講的漏電也來了 散熱效果也變差了 你整個速度變慢了 你剛開始的 滑手機的速度很快 直接滑到它就進來了 但是問題是 你用三年五年 你不換手機 奇怪 你的 我們叫Lag 你就是要延時了 你會動作變慢了 為什麼 因為變熱了 我們講一熱效果就差 為什麼車子開車 開那麼快 要注意到散熱效果 有熱不是很好嗎 有熱就有熱能 不是車子會更快嗎 冷氣會更舒服嗎 不是 你要散熱越快越好 你讓溫差比較出來 要越涼越好 你不是插電 電腦越熱越好 相反 你越熱電腦的速度 馬上變慢 那我們講到了 這個人造藍寶石 單金氧化鋁 它的功能 跟它開發成功 所產生的經濟 跟商業的效益 就是因為 絕圓體的功能提升了 散熱效果變好了 而增加它的商業價值 所以這幾年 大家都發現 比如說美國跟中國大陸也一樣 大家都想要從外太空 從月球 看看月壤裡面有什麼東西 能不能再搞一些新的突破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一下 財經的消息 蔡博士我們來請教一下 最近有關於股市 有很多的消息 那到底跟美國的經濟 有沒有關係呢 美國這一位資深的投資家 叫羅奇 他分析他認為 有三隻黑天鵝要來了 美國要進入熊市了嗎 2025年三大利空 第一 FED降息幅度 小於預期 美國經濟放緩 AI泡沫 AI泡沫是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 因為有很多的熱潮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晶片 都從AI帶出來的嘛 但AI實際上 到底能夠怎麼樣來賺大錢 還沒有看到效益 再來 六月份據說有一位 美國的神秘投資客 投了27億美元 買了長期的美債ETF 這已經是創下了這檔ETF發行以來 史上最大規模的資金流入 Bloomberg有這個消息說 這個投資者的名字叫舒特 帶一家資產管理公司 擔任首席的投資長 所以他預期 美國的經濟是走向衰退 所以他去買債券 您怎麼看呢 他這項投資 美國的經濟不會走向衰退 但是美國的股市已經在高點 現在Dow Jones已經到4萬多點 這一波的股市的長期的 幾年的上漲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拜登用龐大的財政赤字 包括他兩兆的所謂基礎建設 預算什麼科學法案 通貨膨脹法案 一直撒錢 撒到經濟體裡面 他自然就會產生擴充的作用 然後股票市場就跟著應聲而漲 可是另外一方面 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 製造出來一個通貨膨脹 這種循環還沒結束 所以美國聯準會之後 一直把利息給拉升到很高的點 拉升到很高的點 就壓縮到了赤字財政的擴張效果 本來赤字財政可以產生 拉得更久 不到五年到八年 這樣的一個經濟成長的動能 可是因為利息上升了 就壓縮住了 這也是羅奇所講的說 聯邦準備降息的幅度小於一起 去年有人判斷三月份降息 我認為是要六月份以後才降息 那現在比較確定的是九月份才會降息 光差這三個月 他的財政收縮效果就相當的顯著 所以失業率就開始上升了 然後很多公司也開始裁員了 那有些裁員是因為自己 有些裁員是因為系統性的風險 那比如說英特爾是因為自己 那戴爾跟那個Cisco 都有一點系統性的問題在這裡面 但不管如何 這個倒窮指數到了高點 回檔是難免的 就像是我們台灣到了兩萬點以上 回檔也難免的 但在這裡還要再觀察一段時間 因為它到底降息幅度 會不會如邏輯所謂的幅度小於疫期 比較晚是事實 那比較晚它有一種 不敢賭通貨膨脹的心情在這裡面 那現在通貨膨脹率已經確定是 控制住了 它就有可能比較大幅度的降息 如果是比較大幅度的降息 那這個降息幅度縮小 小於疫期的情形就不會出現 那這個要再觀察 那美國經濟放緩 美國經濟放緩很多原因 包括剛才我講的因素 還有美國總統一波三折 現在還不曉得誰比較容易當選 也不曉得他的財政政策 現在很荒唐就是 川普的財政政策 或者經濟政策讓人家看得母煞煞 對啊 然後賀錦麗的財政政策被問中 空無一條 什麼都沒有 沒有內容 所以這歷史上兩個最差的 美國總統候選已經出現了 所以美國投資者就會相對的保守 保守難免經濟放緩 還有AI泡沫 我認為AI是不至於泡沫 但是AI的收益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這也是個事實 所以這個對 為什麼NVIDIA股價 連黃仁星自己就來賣對不對 就不用講別人了 對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幾年的這種 包含了美國選舉的這個不安定因素 其實與其啦 我們在說美國到底衰退多少 會不會降息的衝擊 比不上投資人心裡的那種不安全感啦 那包含現在美中喔 在這個科技戰啦 晶片戰啦 能源車大戰 很多不安定因素 全部都成為了黑田兒 還有中東跟俄烏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嗎 全球戰...我們的前進戰略高地 以及全球大事業 都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喔 歡迎大家我們在一起動動手指 檢查一下好嗎 您幫我們節目按讚了沒 您幫我們的頻道 全球大事業訂閱了沒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三位專業的來賓 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大家再見 晚安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年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Loyal Care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